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這個天上北斗仙 人生永泉穴 生機一晃光明 這個我在上個當年也談到我們天上有七個穴道 天上北斗仙照下來 你人體的能量到三成七波 所以人死了就走了 我們中文講人走了這個溫波就散掉了 所以天上北斗仙 地下永泉穴 地下就是你這個 我們人體的地上就是你永泉 你永泉接不到地氣 你跟天地都不能通氣 所以這七個點的氣就上來 這個很多人會心不氣躁 這次趕快教 你講那麼多我聽不懂 我講過還是好 萬般皆有法 無法不成門 你沒有理論 你這次練大家都會練 他什麼都會練 所以我教了 為什麼教了這幾十年來 不要說我功募很厲害 我學生教出來效功道 為什麼 因為我教你功法以前 我一定要把這個心法裡的重點告訴你 你沒有心法 你就變成一個就是沒有頭腦嘛 好像 你就做功嘛 像建築一樣 我畫個建築圖給你的建築書 讓你照到建築圖來畫 你只是挑功能 我們在做挑磚頭了 你練功 你要當挑磚頭還是當建築書 這個大家要注意 所以你看我要告訴你這些問題 這是我上課的內容 好 各位大家好 我們上個單年介紹的 就是從天地自然的這種天地能量 太陽的光 會造出你的穴道 那因為現在我跟大家講 我們上個單年的談到 這一段時間開始 不是只有 以後陸續開始 進入第九孕的時候 是天災年 就是瘟疫啦 還有很多事情 我們不能講太多 因為有的講太多的話 以前叫卸天機啦 那天機個人 各有保持 看個人的 看你個人的造化 所以自己好好修養 好好修練 那因為今年是 我們講過了 2020年火星 火星靠近地球比較近 這個要 你要打到太平要到火星 然後打這個火箭到火星 今年是最好 因為它最近 但是近的時候對地球不好 因為地球的聲明 天有一項 地有遺物 因為天上這種星球仰射 它會造成人的這種 你的人的這種情緒 精神 它都會不穩定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可以講過還是 叫邪魔當道 邪魔當道有時候 人的這種 你看 從網路打開裡面 很多這種 有時候你說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在網路有看到一些說 怎麼可能 這些話不能講 這些東西是違反倫理 這些東西是不能做的事情 為什麼它會做出來 這是因為它從天運下來 高高一吃 某高一掌 很多人在這個營營眾生裡面 都會有一點迷惘 你不是洗手蟲 不知道怎麼辦 它是慢慢地修煉 慢慢地修行 慢慢地開過來 那現在至於我來談到就是說 永泉 因為人體有三大重穴 我們上次談到的就是你 任徒歐馬上面的穴道 現在永泉 這個永泉穴 是人體的很重要一個穴道 天佔的北斗星 人體有永泉穴 然後生命光明 所以永泉穴上你看 這個是永泉的那個 你看這個地方 永泉穴 我們開始談到上面都在站莊 每天站莊 好 這個腳踩七仙五行八卦 這個不是在講卡通裡面 這個五行從來五行 這個腳的腳底面 有一個永泉 有一個八卦 八卦就是說 它從一兩五行到肥斗七仙 到九共八卦在你腳上 所以你在站莊的時候 你是站在腳尖 或站在腳跟 或站在這個外側 或站在那一側 都不一樣 所以你看現在科學發現就是說 如果你看那個鞋子 一個人你把鞋子翻過來一看 你的壽命長短 就是從 最後你練五公 沒有話題 因為練五公 你腳踢的時候 你腳在踢的時候 你身體 這個鞋子的傷害 因為你踢側踢 踢出去的時候 踢前踢 這個腳在前面後面 它就會傷害 那鞋子看這個 如果這邊省傷的話 一般就是 這個短命之下 那我們這個五行 人體一個就是心 這是肾 這是肺 這是肺 這是肝 中間是你的脾胃 所以五行 我們這五行歸中途 這個泳泉 從你的這個 泳泉是在腳的三分之一個前面 在這個地方 它是在火位 這個部位 因為如果你這地方 你氣上不來 就表示 你這個人已經退掉了 所以泳泉 泳泉如果你沒有 你腳冰冷 你晚上睡覺 腳冰冷 或你覺得腳發麻 或你走路的時候 腳掌停不起來 你看一個人的表現力量 這裡是跳起來的 你腳尖一定會跳起來 一定會跳起來 這是表現 這是爆發力 這是內力 你要挑很重 所以你要把一百公斤 兩百公斤 三百公斤撐起來 你不是用腳掌 這一定是用你的腳跟 用腳跟的話 它氣得要爬到你的骨頭 所以 這裡面有筋骨皮毛 這條筋骨皮毛肉 你跑到筋了 就是跳彈性 有彈性的 你跳著身體 你剛才搏擊的時候 它要快的話 你的身體要有彈性 這個地方是根部是力量 根部是力量 所以這個泳泉是在五行的正中央 那五行 泳泉上有七個穴道 因為這個要講得來話長 所以我剛才談過了 你要保持生命力 記住 不是吃苦 就是修身養性 因為現在火運當道 這個火 火星它是一個炎火星 它會干擾人體 所以就病毒了 體內的一些不好的東西會出來 像有些老人家 有發生疾病的 你現在如果碰到像這樣 老人家 你身體比較不好的 免疫系統不好 他很快就走 因為這是你以前隱藏下來的 這是腸在裡面的 它就把你挖出來 好 那你要怎麼辦 第一個 要保存你的水 因為像是火 火就悶在裡面 你要用水 水說身體的水在哪裡 不是喝水 是人體裡面源源不斷的 你的先天的水 從你的腎臟 你的腎臟鼻子樹 還有你的這個 人體的恨人能力 出來的水 這句話我們氣功的一句話 腎強命長 腎虛命短 腎為先天之本 我們真的有三五陽氣 三五陽氣 第五陽氣是從父母親拿來給你的 就是你的腎質系統 你的卵子 你的精蟲 你的睾丸 你的腎臟 這個腎質功能 就是穿中接代 這是一個陽氣 這腸在哪裡 腸在病 第二個陽氣腸呢 從你吃的 在心臟 你去吃人生 吃生養義氣的 中藥或吃一些補氣的 在心臟這裡 那現在人就是吃太多了 所以心臟把心肌梗曬掉 這個分屍的 然後分軸之氣 吃了又不運動 所以你這個心肌就必殺 第三個陽氣 是從天氣日月精華來的 所以我們要練功的人 第一個 你要先把腎臟的陽氣要提材 腎臟陽氣提材 這一個肥口氣心 腎臟的經肉最後鬆 很多經肉都脂肪 肝肌膽肌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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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七個穴道打破氣 這七次要一打通以後 它過了這個負六交信 交信到交信的時候 就是好像把信交給你 我已經責任交給你的 所以這個 我們這個 你針灸的穴道能力很有意思 你看為什麼這樣擁圈 就是你這個氣如果一上來 你看我們上次講過了 你的腎氣不鮮 你的心火碎成寒灰 意思是說 你那個腎氣如果上不來 好像你那個心臟裡面的油 沒有了 它燒不起來 你的心火碎成寒灰 就是說蠟燭裡面沒有油了 腎羊充足 你的在寒冰裡面會湧出溫泉 意思是說你的腎氣強的話 在冰天雪地裡面一樣有溫泉 所以你在有溫泉的地方有猴子 因為那個溫泉就是說 你身體大地裡面有一個能量 叫做熱氣在上來 所以人體的湧泉就是溫泉 好 那這裡你注意看 它有七個穴道 這裡第一個是湧泉 湧泉 湧泉上來的時候 從藍、以太西、大宗、水泉、罩牌 到負六 你看這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只要突破這七個穴道 你的湧泉的氣就上來了 所以有人說按摩啊、抽啊 所以我們在練氣功裡面 一個很重的問題是說 開始是 你身邊的時候 你是不能走路的 你腳連不能踩的 因為你腳沒力的嘛 為什麼沒力? 因為你提不起來啊 你提不起來 你要走出去就是你要提起來嘛 所以我在講那個神規言氣態之說 告訴你要提起來 很多人就是我要走 你要走出去要提起來 為什麼? 因為這個湧泉的氣上不來啊 所以我在介紹 湧泉怎麼辦 要讓你氣上來 讓你氣上來 你在站中的時候 他有站腳尖的、站腳跟的、站腳心的、站外側的 但你的這叫腳踩無形 運八卦 他這裡面一步行 就有逆轉、順轉耶 所以很多人他可能 你連聽都沒聽過 我最近也接到一個消息說 老師他練呼吸啊 那呼吸 結果練到肚子大起來了 結果人體就是不舒服怎麼辦 你覺得沒練沒有問題 有的練到善氣啊 為什麼? 你就是沒有這一段 因為你不知道後天跟先天的這個 先天呼吸是把你的肚子在那邊鼓 不是鼓肚子耶 你鼓到最後把肚子鼓大了 叫做帶脈空閃 他要開始練後天 後天是把你的內臟 像一朵蓮花一樣 打開以後 你不能給它打開 打開就死了嘛 打開就老了啊 這樣花開就花謝了嘛 所以他不能保持含包帶放 那個是後天呼吸要你 你要開始下手要享受 不是一開始 你看網路一打開 呼吸肚子鼓啊 叫你鼓肚子幹什麼 所以我上次有談到 呼吸不是氣啊 弦聘之門少人之 呼吸 你空氣是道肺部再下去 空氣不是氣 是人體的能量 要把你的腎的元氣 這叫元氣 這個地方 大家記住嗎 元氣 你去練肌肉練得再大 我告訴你 你就是靠寫實之氣 這個屁股之勇 你要吃啊 吃這個吃多少 你要吃一斤 吃五斤 你吃到最後你只是一個閒孩啊 讓當 你把閒光被看得好大 但是你裡面沒有東西了 你已經壞掉了 你最近看很多 現在如果在 我要練Passo練肌肉 你要內外雙胸 內外雙胸 你到70歲 80歲 你的身體還是有力補力量 那當然道教的最高境界 不是叫你去修了身體像一條牛 不是 他告訴你 慢慢的走入清淨法門 讓人體慢慢 因為人的道路一路走 走來的話 很多人是迷迷迷迷迷 為了這個 五斗米則要 為爭權奪利 所以 記住 修行的第一個要點 開始修煉 先修煉才能修行 你如果沒有修煉 你馬上走入修行之門 你很快就生病了 叫做 練修行不修命 還是一生病 所以道家 他講的說 你要開始修這個命 命的話 從勇前起火得長安 記住喔 你看這個勇前 你不要想看勇前 勇前可以降血壓 可以排毒 我會講一個勇前排毒咎 跑了病了 他每一個月 初一到初七早上的 老實咎到誠實 會做一個示範 那這個勇前 他可以矯正胎胃 像很多那個胎胃不正啊 胎胃不正 胎胃不正就是說 我們能正常生孩子的話 他頭胃就先出來 如果你倒過來 都不對 那小孩子坐在裡面 在打坐啊 用說幾袋盤在那個頭 那個火屋這個地方 我們鄉下 叫做什麼 說這個是盤的活珠來轉世 盤的活珠轉世 母體很危險耶 媽媽生不下來蠻慘的 所以他是要讓他轉正的時候 勇前 你就勇前 在月底的時候就勇前 月底 用人理的氣勢 15號到頭頂 初一到腳底 七號到命難 他是一個使命 再學會守護再走 到15號 往後的時候他下來 30號的腳尖 所以你如果在毀壽 毀壽就是 月底到初 月初的之間來揪的話 他也會轉過來 這是你的秘訣啦 大家可以試看看 我會談這個 那勇前很多功能 還可以排除你的毒 有癌症的 你這個要不足以加強 因為你癌症就身體裡面 他有基因嘛 父母親給你的基因 或你自己吃到一些東西 或你這個情緒 你的DNA裡面亂 這個DNA裡面 那個藍色體一對一對它亂掉 那你 因為有輻射的關係 那個輻射啦 一些不好的這種磁場 那這個是一段 因為這一段 你一上去以後 所以我一般來上課的同學 我第一個告訴他說 什麼叫做給我們錢 你要突破這個七字啦 這次功夫了 你一上來 口水就來了 然後人開始要好睡 我剛才講過 你這裡不上去都不好睡 可以失眠 然後腰痠背痛 然後口肝舌道 你從這裡下手開始 也許要練像男孩子 要練鐵探弓的時候 這裡不重要 腳踩無形啊 所以一般人就是 忙掉死掉 鐵探弓練吊弓 不是叫你練下去 多娶一個老婆 你要搞清楚耶 是要給你修你的生命 要告訴你修養身體 所以 有緣 你就多多按讚 然後多多工廠來看 把這個傳給別人 對你的身體健康有好處 尤其是在這個食慾裡面 水不夠 水不夠 你吃什麼藥都一回事 你沒有把這條盛氣 你吃得多放得多 你沒有把這條盛天的 真陽真氣提上來 你喝水喝得一家人也沒有用 好 所以這個泳泉很重要 這個泳泉很重要 好 謝謝大家 泳泉排毒鳩 這個穴道 泳泉穴是聖經的第一個穴道 這個穴道 如果你聖經退化 聖氣已退的話 你的腳冰冷 尤其冬天 老人家也是一樣 身體不好的 你的腳是冰冷的 然後冰冷的人 他比較容易得 叫我們在中醫裡面 叫子醫氣虛 這種氣虛的人 比較容易得癌症 那在排毒的話 就是每一個月的 初一到初七 大概早上的 飽食揪到晨時 就是揪一個多鐘頭 就放在泳泉 慢慢揪 然後你揪的時候 他腳底會有濕濕的 這正常的 這泳泉裡面有很多功能 他可以排毒 還可以矯正胎位 還可以降高血壓 這個要用泪火揪 泪火揪是說 你看那麼大隻 你看 而且這艾草 曠葉酒也好 這艾草二十幾年 那他在揪的時候 你在家裡有空 你都可以揪 只有中午不要揪就好了 尤其有病的人 你要加強 好來 我們再開始來 你練完三交通氣以後 他從上中下的氣 下了中了以後 到丹田以後 你要把身體肩膜的氣要收到丹田了 因為上丹田有三個 這叫下丹田 這叫中丹田 這叫上丹田 初級 是要練這兩個 這個下丹田 這叫做足級動作 這兩個地方 就是 氣要先擠在丹田 好 你看喔 這一條這個放在 放在裡面 我們全踩到丹田 人歸人氣彈 只有徒均聖老師有 這是我們這個獨門的創作 這個沒有腳 部件 中風的 成功不變的 擋在床上可以練 站在這裡練 好 如果你 要開始 有人力大了 沒力投入 這首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